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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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你好 我是克雷 今天要來介紹一位全民很繞口 但是人氣卻非常高的女神 Alessia Gigal 如果硬要翻成中文的話 就會變成埃獵蛇姬佳樂 感覺不是很通順 所以通常玩家們都會 以艾雷或是艾雷修卡 來稱呼他 本部影片會涉及第七特異點 絕對魔獸戰線 以及FGO冥界聖誕節的相關劇情 在這邊先做個防雷提醒 艾雷是出世於 美索布達米亞神話中的蒂姆神 首次登場於第七特異點 當時烏魯克的女巫長 為了因應魔獸來臨的危機 以降臨的方式 召喚了女士從者 女神伊斯塔 而作為一體兩面的艾雷 其實也是同時受到的召喚 只是在殺了女巫長之後 艾雷就回到冥界工作去了 而伊斯塔本人 也不知道有時候身體 會被偷偷使用的這件事情 直到賢王過勞死以後 大家才知道 原來三女神同盟的最後一位 就是艾雷 進去是登山跟製作牢籠 或許因為身處於冥界 無法離開的關係 而冥界又只有三的緣故吧 屬性的部分 行月社給的設定是混沌2 然而從他劇情裡的表現來看 官方根本就是在瞎掰 這很明顯是手續善好嗎? 個性上艾雷可以說是相當的認真 而且富有責任感 跟某個拿著黏土版的隨性女神 我也是 對 就是你 可以說是相差很大 他努力建設冥界為了提供靈魂更好的居所 更希望有一天也能夠讓冥界感受到溫暖的光芒 口頭上講著想要奪回烏魯克 將人類從地表上驅除出去 實際上卻是默默的在蒐集靈魂 希望在末日到來前 用自己的方式守護住更多人類的靈魂 這樣便扭不坦率的個性也引發了後續許多事件 不過在遇到了能不在乎他地位真心交談的主角後 他就變成了一位傲戰10%交戰90%的狀態 有著一顆超級少女心 似乎已經愛上了主角藤丸立香 不愧是被動撩妹高手 只能說藤丸必須死 因為從出生後就一直待在冥界 艾蕾十分嚮往地上的事物 跟伊斯塔相比說話也有著不按事事大小姐的措辭 在擺不出架子或是害羞驚慌的時候 時常會在魚尾加上什麼什麼Nodawa的微音 說到伊斯塔他與艾蕾又是什麼關係呢 艾蕾與伊斯塔兩人是姐妹 艾蕾是姐姐 伊斯塔則是妹妹 兩人分別對應了大地與天空 死亡與生命 手續與自由 衰敗與豐饒 也因此兩人關係處得相當的不好 在蘇美神話中 伊斯塔曾經向冥界發起挑戰 卻在經過了七善冥界之門之後被八個金光 失去了所有的權能 並且遭到艾蕾的刺殺 後來眾神利用生命之水 復活了伊斯塔 艾蕾氣不過 要求一定要留下一個人在冥界當替死鬼替他工作 因此 伊斯塔決定選擇丈夫之一的杜木茲 原因是 這傢伙居然沒有因為我的死而感到難過 居然還在飲酒作樂 真的是氣氣氣氣氣 而在行樂世界裡 伊斯塔攻打冥界的理由是 因為看不慣艾蕾每天把自己關在冥界裡 苦著臉做著自己不喜歡的工作 但是我們都知道 一個傲嬌是不可能聽得進另外一個傲嬌所講的話 兩個都是表達障礙阿 到底要怎麼溝通呢 用拳頭說話的結果自然就是造就了一個慘劇 雖然兩個人在許多面向上處於對立的層面 不過由於伊平對象裡的緣故而變得沒有那麼的極端 甚至有著一些共同點 幾乎一樣的外表 傲嬌、雙馬尾 當然也有殘念跟老馬的部分 時常想要耍帥 但是總是被拆穿 關鍵時刻常常掉鏈子 就像那個沒有用的女神 曾經弄丟了天之公牛一樣 艾蕾當初也在訂定冥界戒律的時候 曾經誇下海口 好像訂的有點太重 不過我的部分是不會違反的 所以沒有關係 結果在攻打迪亞馬特時 艾蕾為了幫助主角 幫他上了超級強力的冥界加護 最後因為違反了太多戒律 而面臨消失的命運 自己當初一氣之下訂定的戒律 反而這個時候贏了自己一把 這邊只能題外話的說上一句 一切都是實成的錯 你自己老馬 召喚的英靈是老馬王 女兒也繼承了這樣的特性 連同兩個女神都因為憑借了你女兒而慘遭毒手 不愧是老馬界中的祖師爺 至於動畫中消失後的艾蕾去了哪裡呢? 在第七特異點之後 艾蕾首先在終局特異點偷偷出現為主角加油 也帶上了原本應該消失的牛若丸 便慶跟列奧尼達一世請來助陣 伊斯塔此時大為驚訝 保有這份記憶的艾蕾居然沒有消失 因為艾蕾身為女神而非英靈 在英靈製作上也沒有記錄 如果再次受到召喚 也會因為憑借的人性格記憶不同 而失去了與主角邂逅的一切記憶 艾蕾此時卻示意伊斯塔不要再追問下去 會讓事態變得複雜 直到隔年的聖誕節期間 迦勒底突然流行起了蘇美樂 大家紛紛因為不明發燒而倒下 原因才就此揭曉 此時自稱健康王的賢王出現在主角面前 並向其說明這是因為受到了冥界攻擊的緣故 並要求主角隨同聖誕阿提拉 與金揚杜木茲前往冥界解決問題 來到冥界後 主角發現冥界的時間 卻還停留在去年攻略終局特異點前的時間 也就是第七特異點結束之後 艾蕾雖然還存活著 但是相當的衰弱 並且受到了內爾加勒負面情緒的控制 而內爾加勒是何許人言呢 他就是蘇美神話中艾蕾的丈夫 不過在行樂世界裡 賢王告訴大家 他們不過是假結婚 避免我們這些窄窄玻璃心碎一地 內爾加勒先是趁機切離了艾蕾的記憶 並且要求他轉讓全能 又為了避免加勒底的干涉 慫恿艾蕾先發智人以蘇美勒攻擊加勒底 在主角一路排除萬難抵達深淵之海之後 阿提拉將聖誕禮物送給艾蕾 這份禮物正是由金揚杜木茲所保管的艾蕾的記憶 艾蕾在重拾記憶與冥界女主人的尊嚴後 打倒了內勒加爾的負面情緒 並且取得了他太陽神的全能 他手持的長槍轉變為發熱神殿美斯拉姆特亞 獲得夢寐以求能力的他 終於能夠為冥界的靈魂帶來溫暖 最後艾蕾目送著主角離開 約定著有朝一日主角遇到困難的時候 必定會前去幫忙 這也是為什麼他會出現在終局退役點的原因 就這樣故事也到了尾聲 對於艾蕾 杜木茲曾經說過 艾蕾因為冥界沒有花 所以時常會哀嘆 但實際上冥界是有花的 儘管只有一朵而已 擁有如此溫暖又美麗的心靈 正是艾蕾擁有如此高人氣的原因 今天的介紹就先到這邊 如果覺得我的介紹還不錯 請拜託幫我訂閱或是按個讚 我是克雷 我們下次再見 我是克雷 我現在就很愛 我是克雷